我 家明 我 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好了 李主厨我等你很久了 怎么回事 和我搭档的主持人 不是宋家明吗 李主厨 你听我解释一下 家明姐早上过来 就跟我们老大说 把主持人的位置 让给露丝姐姐 老大当然不同意啊 但是周总看 家明姐那么坚决 又不想耽误节目的拍摄 所以 你要不这一期 先跟露丝姐 把宣传片拍完再说 好不好 这件事我为什么不知道 是 家明姐特地嘱咐 不让告诉您 怕影响您心情 耽误拍摄进度 她现在在哪儿 她 在 这重要吗 不是还有我吗 我这 我这 李雨哲 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 论相貌 论气质 论主持人的水准 我哪点比不上 那个宋家明啊 我之所以会同意 来录这个节目 就是为了宋家明 没有她 这个节目对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李主厨 有 佳明姐 您这么高的评价 我担当不起 陆C姐 等我们节目调备好 您放心 肯定染个事 佳明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不用了 我还是想安心做好幕后 台前不太适合我 可雨哲是你的搭档 你至少 听一下她的意见吧 如果她不同意 我就彻底退出节目 佳明 我需要单独和你谈一谈 正好 我也需要单独和你谈一谈 有些话 还是讲明白比较好 佳明 我这几天一直在找你 你在逃避什么 到底我们之间有什么误会 没有误会 我也没有逃避 我现在就站在你旁边 你之前曾经说过 要给我一个交代 这所谓的交代 就是你退出节目 再也不见面是吗 对 你我的世界本就不同 还是别联系得好 让彼此都清静 佳明 是不是 那天晚上 乙兰跟你说了什么 她什么都没有说 你来是一个好女孩 你们两个在一起很合适 我适合跟谁在一起 这个问题好像还轮不到 别人来替我做决定吧 好 所以你一定要一个原因是吗 因为我不配和你在一起 李宇哲 李主厨 你我的世界本来就不同 如果强硬地捆在一起 这样真的有意思吗 如果你认为灰姑娘和王子之间 是童话 是爱情 那你我之间是什么 你有想过吗 我承认 有些瞬间 我的确对你有好感 但那仅仅是好感 我想你跟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 可是就因为这种感觉 现在不止伤害到我 伤害到我的爸爸 还有可能伤害到其他人 我现在有事 一会儿再说 不行啊 你爸过来了 他就坐在餐厅 他说见不到你不走后 他把咱餐厅的客人也都看走了 让他等我 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就过去 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完 你回去吧 餐厅需要你 你的世界里需要顾忌的人和事太多了 而我只想简简单单地生活 如果有爱情 我也希望没有纷扰 平平淡淡 细水长流 对于豪门这种喜马 我真的不是这块料 保重 保重 但我要怎么才圆满 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 爱情像一颗坠落的流星 永远离 爱情像一颗坡 爱情像一颗坡 会不会突然 伤口